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辛苦打拼所存下来的积蓄几乎被骗光 情绪受到重大打击 赖佩君自理行间并没有透露被诈骗的经过及损失多少 只是恳请亲友们给予他和家人一些私人空间和时间来处理情绪 消化这一切 尤其是他的母亲 他表示 每当自己闲下来 就会反思整个骗局 陷入自责和懊悔之中 赖佩君说 他目前正在努力处理情绪和奔走警局 希望借由分享自己的经历 让更多人提高警惕 避免成为诈骗受害者 赖佩君与搭档陈建民 世界排名第23 目前还不确定两人会否出战本周举行的印尼超级1000赛 看到赖佩君遭诈骗 羽球民宿陈文宏在脸书开直播时 透露自己也曾被骗过两次 一次损失50万美元 另一次则损失16万令吉 他还说 对方还是自己认识的人 对方的孩子也是球员 但已经跑路了 陈文宏说 分享这些 只是想带出一个信息 也就是投资要谨慎 换个焦点 宾州偷水问题猖獗 宾州基本设施事务行政议员在黎尔指出 2020年至2023年 宾州供水机构发现了3860宗偷水事件 该机构因为这些偷水事件而蒙受4226700令吉损失 他说 政府将与宾州供水机构和其他相关技术部门 联手持续监督和防堵偷水事件 如果在住家用户被发现偷水行 当局将切断偷水者的水供 并向对方开出估计总偷水量的水费账单 而如果偷水事件涉及非住家用户 尤其商业单位 则将会承报国家水务委员会 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另外 在黎尔也说 宾州供水机构在应对去年12月 北赖河河底水管破裂事故时 承担的损失与额外开销高达1100万5565令吉41仙 其中6549374令吉 用于维修工程上2674830令吉 用于租借水箱和水槽车等物流开销 为受影响民众提供紧急替代水供 其余百多万令吉则是包括工作人员的加班费 为来自外州和国家水务局的水槽车司机提供住宿 参事费和津贴提供给一销队的捐款 还有其他企业通讯成本事项开销 说到宾州的水供 宾州水费调涨课题还在继续延烧 行动党阿易部跌区州议员林冠英认为 宾州供水机构如果需要更多资金提升水供设施 应该向联邦政府申请拨款 而不是暴涨水费向民众开刀 林冠英今日召开记者会时说 他在担任宾州首席部长时 向时任首相纳吉申请十亿令吉拨款 以进行扩建孟光水坝 虽然当时双方不同阵营 但联邦政府依然批准了其拨款申请 他认为如果连前首相纳吉 当年都愿意拨款给宾州扩建孟光水坝 现任首相安华没有理由拒绝拨款 给宾州提升水供设施 林冠英也说 许多民众对宾州供水机构的服务不满意 尤其是现在要面对威南双膝巴甲补选 威南却经常面对水供问题 急需解决 另一边乡 民政党宾州主席胡洞强 则呼吁各公寓管理层 向团组织积极响应该党发起的 降低宾州水费全民签名运动 一同施压宾州政府 正是人民对水费暴涨的不满 还人民合理水费 人口老化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婚 这都是近年来不少国家出现的现象 根据一份统计报告 我国单身人口在东南亚国家当中 排名第三 占44.68% 根据该报告 在东南亚 菲律宾以49%的单身人口位居第一 接下来依序是 汶莱44.9% 马来西亚44.68% 柬埔寨44.6% 缅甸29% 泰国23% 印尼22% 新加坡20% 辽国17% 越南16% 东帝问13% 据大都会日报报道 这些单身人士可分为未婚 离婚 分居或丧偶 数据发现 大马单身人口增加 主要原因包括对婚姻的看法 经济及单身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要求 41岁女商人 慕尼受访时说 她谈过几次恋爱 但都遭到背叛 这令她非常失望 她不想结婚的原因 是不再相信男人所给予的承诺 42岁的男教师 莫哈莫凯鲁则认为 经济状况不佳 是导致单身人数增加的主要因素 她坦言 自己害怕结婚 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她不想以后背负债务负担 今天的新闻就给你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